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国语的最新动态 9月6日福建省拼语网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 关于面向具有突出贡献的退役运动员 专项招聘教练员拼拼用人员攻势 中国羽毛球队男双名将黄凯翔 被确定为唯一的拼拼用人选 经报名资格审查面试考核体检等程序 确定黄凯翔同志为拼拼用人选限于一攻势 据了解黄凯翔的面试成绩是86.33番 体检合格在参加招聘的人员中排名第一 黄凯翔出生于1996年1月15日 他是一名优秀的羽毛球双打选手 2013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是黄凯翔的成名战 当时他夺得混合团体冠军男双亚军和混双四强 同年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黄凯翔登上混双冠军领奖台 201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是黄凯翔运动生涯最出色的一次战役 那次比赛他一人独得团体男双混双三枚金牌 当年的世青赛黄凯翔摘取混合团体混双两枚金牌 2021年9月 黄凯翔和队友们合作为福建队第14届全国 运动会羽毛球赛男子团体冠军立下汉马功劳 此荣誉让黄凯翔获得个人继大功的表彰奖励 相比之下黄凯翔的国手生涯亮点不多 在善于制造世界冠军的国语 他没有登上过世界冠军领奖台 黄凯翔参加过2017年2021年世锦赛 分别止步于男双16强32强 在国际赛场黄凯翔的最好成绩 是五次夺得公开赛冠军值得一提的事 这五次夺金是和三位奥运冠军共同完成的 2015年黄凯翔和郑思维夺得新西兰 巴西两战公开赛男双冠军同年和黄东平夺得越南 美国两战公开赛混双冠军 2017年黄凯翔和王一律联妹 夺得泰国大师赛男双冠军 此外黄凯翔和陈清晨 贾一凡两位奥运冠军也有过合作经历 话说上次在韩国公开赛上 翁弘扬反客为主 直到张一曼时中国体育比赛传奇本频道就发现了 国语教练团队似乎人手不足 希望黄凯翔的加入能进一步助力国语的发展 国语教练团队传奇本频道